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更多的了解 香港海南青年联合会 攀手海南大学 香港校友团业会 以及游学天地 举办了一场别开心面的 香港中学毕业生 海南省升独大学优势分享广场 林伯 卓友心 黄芷如 和史君荣等四位分享嘉宾 延伸说法 他们通过现场对话和思想直播 深入浅出 向香港学生 介绍国家教育部对香港学生的高政策不利 并聚焦海南 口识香港中学毕业生 到海南升独大学的优越性 和不可替代性 林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海南省政协委员 企临大学香港同学会会长 他说 海南自由农役 是国家锐意打造的 世界最大自由农役区域 国家在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 提出不少实质性的政策 据他了解 当海南自由农役港建成的时候 海南省将超过杜拜 新加坡 以及香港 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农役港 因此 他鼓励大家 足够机缘 到海南升独大学 卓有心 香港海南社团总会副会长 游鹤天地创始人 他向大家介绍了 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 考试学生计划的基本情况 并且又多方面介绍了 内地升学的优势 他强调 世界一百强的酒店集团都集堆海南 从旅游及酒店专业角度 到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升学 毕业后 就几乎百分百 可以入职到世界最著名的品牌酒店 所以 他建议同学们 将前往海南升学 放在首选的位置 王子玥 精英校友联盟秘书长 旅游达人 他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刑职二代 中学毕业后 前往内地升学大学 修读旅游管理 他告诉师弟师母们 到内地读书是他求学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 他学识了流利的普通话 认识了一帮内自全国各地的同学 还掌握了旅游专业知识和技能 回到香港之后 他做了旅游KOL 是年轻人都比较向往和羡慕的职业 他认为坊间传言说内地读书回香港找不到工作 迅速谬言 相反他觉得有内地学历和经历 反而是优势 史君润 海南大学香港校友联谊会副秘书长 金融比赛专家 他是八百级海南大学本科生 他向大家介绍海南大学的校史 以及最新发展情况 他认为在内地读书绝对不影响他从海南移居香港的职业 和事业发展 相反他认为在海南大学的校友和人物资源 让他受益飞浅 因此他鼓励大家到海南升学 他代表校友会保证 不能在天涯海角 校友会都会关照好所有的同学 现场嘉宾分享之后 是Q&A的互动环节 家长代表卢少娟现场提问 他提出 子女想同时拥有内地和外国的升学经历 应该如何选择 子女到了海南之后 人生地不熟 该如何处理 现场嘉宾都逐一为他答应 分享广座结束前 是海南升学奖学金计划 卓又森以香港海南社团总会副会长身份宣布 只要通过DSE免试报读计划 在2021年秋季入读海南大学旅游学院的香港学生 他将赞助每人港币3,888元奖学金 最后林博代表香港海南青年联合会宣布 未来日子 香港海南青年联合会将定期举办各类分享广座 向香港社会 特别是年轻人 介绍海南省的最新人才引进政策 和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鼓励和吸引香港青年到海南省发展 到此 香港中学毕业生 海南省升独大学优势分享广座 圆满结束 我们乡下最有名的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在海南来说是非常有名的 很得胆 回到来会不会不认的学历 一定认的百分之百认 因为这个计划是国家教部 和香港教局联合举办的 所以你的学历是一定承认的 甚至乎你可能内地的学历 还对你的帮助更加大 对我们勤港两地的人才需求越发旺盛 所以我们的同学完全可以去海南发展 大家有什么想了解海南大学的 我们随时都回到我们母后 一起去重溫我们的过去的 一起 多谢 有机会我会将这个讯息 推荐给我其他家长 好的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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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